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位头戴工作帽手握焊枪的技术人员 是202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中铁山桥集团的焊接特级技师张明 在帕德玛大桥的建设中 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对大桥主桥的近13万吨钢横结构进行焊接 当时参见帕德玛大桥的时候 也是我参见的所有大桥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然后也是经历的波折最多的 因为它是我们是对我来说是 之前没有经历过这么厚的钢板的焊接 基本上别的桥的话 普通的咱们普通大桥的焊接 60 70就属于厚板了 像帕德玛大桥这种基本上是100毫米110毫米 超厚钢板随处可见 基本上都是太多了 不幸烦别的 加 According to 都湿比付出了 瑞和强易有差 多比较一侧 你把这夙 Bit 的时候也在口stä transfers 这 描没 recommendations 技巧练透 因为我在技校的时候 学习的也是焊接专业 所以说对焊接专业并不陌生 然后就是钢筋厂的时候 对一些基本的焊接操作 还是可以很快地掌握 然后就是对一些比较复杂的 难一点的焊接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也是通常向一些老师傅请教 就是自己也偷师 模拟看老师傅怎么焊 然后通过业余的时间下班之后 找一些废料了 然后就是按照老师傅的方法 自己在进行反复的练习 刚刚在技巧毕业嘛 接受的也少 包括技能还有就是姿势 还有一些电流的配备参数 掌握的不是很好 胳膊上腿上 像胳膊上和腿上一些烫伤 很多很多 但是 我感觉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嘛 也得坚持下来 汉花是美丽的 也是灼烫的 每当张铭进行焊接的时候 也意味着他要在作业中 承受60摄氏度左右的体感温度 由于眼睛长时间被弧光刺激 有时他会难受到整晚睡不着觉 但对于张铭来说 热爱能够激发应对一切困难的勇气 正是憋着这样一股劲 张铭从钢结构的平焊 利焊开始练起 他把积累所学的理论知识 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 很快熟练掌握了各种焊接方法 在2009年的转正考试中 张铭顺利通过考核 正式成为了中铁山桥的一名焊工 然而事业怎么可能始终一帆风顺 几年之后 张铭就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挑战 2012年 参加工作五年的张铭 迎来了工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挑战 中铁山桥集团 承接了一座大桥钢结构制造项目 该项目制造标准极高 要求桥面全部钢板焊缝的单道焊机 全部容身达到80%以上 除此之外还不能汗漏汗穿 当时国内外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 中铁山桥集团开展了9个月的汗接工艺试验 用掉了80多吨试验钢材 仍没有成功 紧急时刻 年纪不大却经验丰富的张铭主动请英 决心把挑战和困难扛在肩上 我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 也是20多岁不到30岁 然后也是有着一股出生牛都不怕虎的劲 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项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我就是想把它做好 净可量地达到业主的要求 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制造技术 让世界看到中国汉工的技术 接下任务后的张铭 第一时间便开始和同事研究讨论试验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铭直到在开工之后 才意识到这项焊接任务有多难 当时干这个项目的时候 感觉最难干的应该也就是 U类的焊接吧 U类就是在大桥的桥面板底下 属于做支撑板的 然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是字母U 需要焊很多条 就是像人的肋骨一样很多 所以说我们就简称U型类焊接 这个就是当时的U型类的一个切面 这个是底板 这个就是U型类上面那个U型类那个板 它当时的难点就是要求 焊凤单到一次成型 并且容身达到80%以上 这个也就是当时那个项目的最难的地方 做实验的话也是做了很多事 做了很多次也没有成功 面对失败张铭并没有放弃 他主动与同事探讨 不断调整焊腔角度和摆动幅度 虽然静下心来反复尝试 但却依然没能达到要求 张铭和同事们一时间陷入困境 工作也不得不停滞下来 当时基本上也记不清试了多少次了 也有想过要放弃 但是相当的不甘心 然后就是也是大胆的尝试和工友们商量 试着就是稍微的改变一下 焊击电流和焊击速度 然后多次尝试 用不同的焊击电流和焊击速度 做对比 看哪个实价做得好 张铭和同事们互相鼓劲 大胆调试电流的强度 优化焊料参数和焊击工艺 经过反复研究实践 最终找到了焊击效果最好的参数 然而 当张铭将一条焊好的U型类 进行检测后发现 焊击质量虽有明显提升 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要求 此时的张铭又该如何 面对这一焊击难题呢 在改变了焊击电流和焊击速度之后 这个实验依然没有成功 后来也是通过像一些 有经验的老师 还有就是一些工程师请调 然后因为它是U型类 它有两条焊击 传统的焊击都是 先焊一条焊击再焊另一条焊击 因为你焊完第一条焊击的时候 它钢板有一些细微的变形 所以说很难 再焊第二条焊击的时候 很难达到这种焊击要求 当时我就想 因为U类是两条焊击 可不可以就是两条焊击 同时进行焊击 可以就是减少 减少钢板的变形 但是两条焊击同时焊击 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 就需要和工友配合 速度上还要保持一致 然后这几乎是很难完成 只能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反复的实验才能达到这种要求 两名焊工同时对U型类钢材进行焊击 这样的对称焊击 要求焊工的焊击速度保持同步 最大限度保证因为焊击不同步 给焊凤造成的细微变形 从而保证达到项目要求 张铭和同事天天泡在焊击车间 在用掉数不清的钢材后 阿赫同事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效 于是张铭决定再焊一次U型类进行检测 那么这次能否成功通过检测呢 当时就是把这个试驾送去检测的时候 其实心里也是很慌的 也怕是因为也做了无数次实验可以说 就是心里想如果这次不成功 就有可能放弃了 但是结果出来的时候 这次实验竟然成功了 当时心里相当高兴嘛 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也没有白努力白输出嘛 善于挑战 善于摸索的张铭 在奋战多个日夜之后 终于掌握了U型类单道对称焊接 一次成型工艺 攻克了技术难关 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 最终在规定周期内完成了所有的钢材焊接工作 通过这次挑战 张铭成为了中铁山桥集团焊接车间里的一名优秀焊工 这不仅让他建立起了永攀焊接技术高峰的信心 也为他在面临新的挑战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 张铭参与建设中孟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 孟加拉国帕德马大桥 这是孟加拉国最大桥梁项目 也是中国和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 这座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的钢横梁桥 采用的超后板达到110毫米 在焊接领域 超后板焊接属于世界级难题 这让许多焊工都望而却步 但张铭却自告奋勇 他想再一次直面挑战 钢板越厚 焊接强度越大 焊接性能就越差 焊接层数和道数也就会越多 就好比20厚的钢板 如果是20厚的钢板 可能焊接需要两层 60厚的钢板可能需要7层或者8层那样 如果是帕德马大桥那种超后板 110毫米厚的钢板 有可能需要焊到20层 甚至更多层 因为它空间太狭小了 你可想这37厘米 你一个人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瘦一些 如果要是一些胖点的 还进不去 为了防止焊接的时候出现焊凤裂纹 张铭将火焰切割枪预热后板的温度调到了100摄氏度 这就导致箱体内即使有通风设施也是闷热难耐 可是张铭在焊热的箱体里一干就是一天 以专注的状态拼搏在一线 在尝试焊接了几天 到了焊凤检测的时候 张铭却发现合格率竟然不到50% 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 当时第一次检测的时候确实成那个结果不是很理想 当时也是也想过放弃嘛 然后就是想着这个也是工友们都看着我主重情应吧 想解决这个难题也是不想让工友们失望吧 也是通过就是和工友们商量 在向一些工程师请教 试着改变一下焊接的焊接规范和焊接的速度啥的 还有焊料的配比啥的 就是试着一下能不能解决这些这个难题嘛 张铭原本以为调整了焊料之后 能够顺利解决难题 可当他将重新焊接好的钢板进行测试之后 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再次测试后的合格率仍没有达到焊接要求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当时也是一次一次的尝试嘛 就是感觉既然不是焊料配比的原因 是不是焊接方法的原因 就是当时我们采用的不是双破口的焊接嘛 需要先把里面的焊放焊完 再到外面进行焊接嘛 就是我就感觉尝试一下 是不是这种焊接方法行不通 有没有新的焊接方法 在功课超后板焊接难题的日子里 张铭始终泡在焊接车间 经过反复的试验 无数次的失败 他偶然想起来 还有一种单泼口 背面加钢秤电容透焊接方法 虽然用这种方法会大幅度增加工作量 但或许能够解决难题 此时张铭已顾不了太多 只要有可能攻破难关 就必须要尝试一下 我当时想的就是不管焊接的工作量有没有增加 只要是能够成功地解决内部质量的问题就行 单破口焊接就是把一块板就是这样斜切 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它焊接的填充量要大很多 双破口焊接就是好比一个微型放在一个底板上 比单破口的焊接填充量还有工作量也小得多 但是双破口焊接因为它空间狭小 很难达到就是它那个要求 所以说我们采用了单破口 背面加钢秤电容透焊接方法 工作量虽然是增加了将近三倍 但是它成功了解决了狭小空间的焊接问题 果然张铭新焊接出来的焊凤经过检测 合格率超过了99.5% 焊凤外观成型也为良好 善于琢磨敢于创新的张铭 最终攻克了超后板焊接这个超级难题 当时就是解决了想要空间的焊接问题的时候 检测通过的时候 当时心里就是特别高兴嘛 也相当激动 通过这个帕特马这个项目吧 然后就是我发现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还很多嘛 就是只有把自己的技能水平进一步的提升上去 在今后遇到各种的焊接难题的时候 我才有更有力的条件去解决它 张铭和工友们手握焊枪 加班加点 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了孟加拉国帕德马大桥 近13万吨钢结构 卧能临行创新的工程 正在加工学中 集合测通过 23万吨钢结构 三年体租 由它租立的 希望能够不断攻坚克难 在汉阶领域永攀技术高峰 当初因为热 选择了汉工这一行 也是因为热爱 就是想着把自己的技术 练熟练精 没有人能够可以简简单单的成功 既然热爱就得砍下苦工 我喜欢手握汉枪 用汉枪在钢铁上作画 血力飞舞的汉花 就好比是为我喝彩的烟花一样 虽然我的手臂上 就是很多位置留下了 许多汉花烫伤的伤疤 但是这也是我成长的见证 我为我能够用双手架起一座座桥梁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